墙内卯新闻 触及你灵魂 距离娱乐圈纪检委司从首次以领药业已经过去几天了 近日 墙内微博中出现大量网络大V 为以领药业和莲花清温洗地 他们使用同样的热搜词条 比如防治结合是中医药独特理论和优势 密集者用莲花清温降低阳性感染率76% 帮助以领药业和莲花清温进行大规模的洗地 同时将此事件升级到对中医理论 传统文化 爱国主义 支持国产等层面 进行强行爱国主义口号宣传 谁有反对声音 直接扣上一定不爱国 反动势力 给美帝国主义地道了个层面上的 其中微博大V哑巴引起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有网友爆料说 大V哑巴正是当年央视美洲质量报告的编导记者白杰 其微博个人介绍时 开口若是谎话 不如做个哑巴 当年因曝光墙内达芬奇家居 为东莞某家具厂生产的造假事件 而确立地位 当年所谓的打假斗士 在国家层面的立场面前 也选择了为猴蛇站队和发射 或许它本就是党内猴蛇的一部分 这不足为奇 而为何很多大V都会提到中医药层面呢 其实深度梳理一下时间轴 不难发现 现在墙内官方各种强推中医药的根源 其实也是来源于大大本人 以他的学历和认知 中医药属于他的前任领导人的三个自信基础上 自己家的文化自信的四个自信的一部分 而三个自信的出处 其实是在2012年11月 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政治概念 或许大大是真的觉得中医药是好东西 所以尚有所好 下必顺烟 行了 我感觉我的话 已经触及到你的灵魂了